違反156條第一項自白法則的時候 原則上你後面衍生出來的證據 原則上應該要予排除 因為以一個非法取得的自白衍生出來的毒果 應該要予排除是因為毒素果實理論 那例外的情形呢 他們認為說這個是毒素果實的例外 這個叫做稀釋原則 什麼叫做稀釋原則呢 就是說經由被告的自由意思而中斷的行為 足以遮斷污染的證據 跟法院跟那個警察違法行為間的因果關係 什麼意思呢 這邊有一個汪審案 好大概SUN或者是SON吧 這邊有一個case 那個汪審案 反正你念到毒素果實都會念到這個一個判決 至少不用記 因為它是美國法的判決 其實原則就是說 今天呢 他雖然一開始 雖然他一開始有被刑求 但是他第二次的自白 你可能就放他回去 然後呢 讓他回去跟律師討論 或者是說讓他回去休息個幾天 再把他抓回來 然後呢 他經過一陣子的沉澱之後 或者是有跟別人討論之後 他還做出第二次的自白 那這個自白 你說他會被第一次行求所影響嗎 可能會 可能不會啦 但是如果你要說 就是 因為你已經放他回去了 你放他回去 他這個期間 他可以去跟律師討論啊 或是可以 就是尋求一些幫助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的自由意識 就是說 他一開始被刑求這個瑕疵 因為你放他回去幾天 而被遮斷 所以第二次的自白 當然是可以使用的 那有的例子是 你今天第一次行求 然後取得自白 然後你讓他去抽根菸 然後你讓他去上個廁所 再上來 請問 這個時間 有沒有足夠遮斷前次的瑕疵 這個可能就沒有 所以是否否稀釋原則 你還是要個人去判斷 可以嗎 好 再來 如果是違反自白法則以外的法則 原則上還是要排除 可以嗎 這個就是讀書果實力 例外 例外不排除的情形有兩種 然後第一種 還是稀釋原則 第二個 是證明自白的任意性 就是確保第二次的自白 他是出於任意 跟前面 非法取得證據無關 非法取得無關 也是切斷他們之間的因果關係 只要你能夠切的斷 足以遮斷前面的非任意性 或非法取得的非公訴證據 就可以使用後面的證據 所以你就要各樣去判斷說 後面的這個行為 是否足以遮斷前面的瑕疵 這樣子可以嗎 只要你認為沒有辦法遮斷 也就是說前面的違法程式 會影響到後面取得的證據 不管是自白 或者是非公訴證據 只要你覺得有影響 就表示他沒有辦法遮斷 就表示他沒有辦法遮斷前面的瑕疵 這個時候就是原則 依照讀書果實理論 讀書生讀果 讀書生讀果 讀果也應該要排除掉 可以嗎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讀書果實的例外 黑板上寫的是王兆彭老師的見解 但是呢 這個體系跟黃曹玉老師的體系不一樣 沒關係我們先看王兆彭老師的見解 王兆彭老師呢 將這個分成兩種類型 他的讀書果實的例外呢 只有三種啦 第一種稀釋原則 看下面 稀釋原則這個我們剛剛講過了 好 第二個 必然發現 好 那必然發現是叫做 inevitable discovery 好就是 沒有辦法避免的發現 好 所以黃曹玉老師把這個翻成 不可避免發現的例外 好我覺得是比較接近的啦 因為是 inevitable 好 好那這個 必然發現理論呢 在德文裡面叫做 假設偵查流程理論 好這個你聽過算了啦 好太難了 好 假設偵查流程理論 他的定義是什麼叫做必然發現 即使呢 這個警察有一個違法行為在先 好 有一個違法行為在先 他可能請求啊 或是他可能怎麼樣的 違法的又不偵查 好 但是如果能夠證明 經由不同途徑的合法行為 仍然可以發現這個證據的時候 好 這個證據仍然有證據能力 可以嗎 好 比如說今天我們已經要搜索這棟房子了 好 好假設某一棟 然後我們要搜索這一層 我們已經有搜索票要來搜索了 好 假設呢今天有一個 非法取得的黃金 有一箱黃金放在那個 居個辦公室的底下 我不知道有沒有啦 好 假設有一個非法取得的黃金 在他辦公桌底下 我們已經有合法取得搜索票 所以理論上我們搜 進來搜以後就會搜到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好 今天居哥就被抓起來 被警察抓起來 然後問他說 東西在哪裡 好 有一個黃金在哪裡 然後就一直打他一直打他 最後呢他迫於被請求 只好承認了 就說啊 就在我辦公桌的底下 有一箱黃金在那個地方 那個是非法取得而來的 好 那 前提是因為我們對這一層樓 本來就有搜索票 所以我們搜索之後 本來就會發現那個東西 那至於是否有行求居哥 然後讓居哥說出黃金概念的地方 其實這兩者的關聯性不大 因為我們搜索本來就搜得到 並不是因為 而且我們也本來就有搜索票 所以並不是因為你講 而我們去搜索 進而搜索到這個黃金 只是時間的先後而已 可以嗎 所以這個叫做必然發現 第三個獨立來源 其實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 第二次取得的證據 跟第一次其實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可以獨自獲得這個證據 然後 英文就是independent source 就是獨立的來源 就這樣 這個是王兆鵬老師認為的 讀書果實的例外 那王兆鵬老師的想法 應該還有第四個例外 第四個例外就是善意例外 善意例外 剛剛已經講過 什麼叫善意例外 就是被訓問者出於善意 被訓問者出於任意 但是呢 王兆鵬老師把這個善意例外 放在證據排除底下 就是他的見解 那王兆鵬老師認為善意例外 是讀書果實的其中一種例外 可以嗎 好 那王兆鵬是把它列在證據排除 他沒有把它列在讀書果實 這個就是個人見解而已 那王兆鵬老師認為說 與認定犯罪事實無關的程序 就可以適用證據排除的例外 因為不是用來認定犯罪事實的事實 所以呢 在認定上不需要如同 不需要遵守證據裁判原則 不需要嚴格的遵守 所以認定犯罪事實無關的程序 是可以作為證據排除的例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什麼可以作為證據排除的例外 就是訊問者出於善意 被訊問者出於任意的善意例外的情形 第三個 是彈劾證據 為什麼不適用證據裁判法則 因為彈劾證據不能用來認定犯罪事實 他只能削弱降低證明力 所以他既然不是用來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 自然就不需要適用證據裁判法則 不需要適用證據裁判法則 用以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明 就不需要 就不需要符合嚴格證明法則 可以嗎 很多名詞混在一起 但是你要能夠聽得清楚喔 好 好 有時候啊 上課上習慣 上禮拜去開庭 然後我們那個書狀 我記得那個狀我寫了三十幾頁 然後呢 法官就 我猜他沒有看 好 這個 法官沒有看狀這件事情呢 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好